哈喽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 大家早上平安 欢迎回来线上每日曙光 今天我们要来看的一个主题为 神的能力大过我们的软弱 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二章 第九和第十节 他说 他却对我说 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好让基督的能力临到我的身上 因此我为基督的缘故 就以软弱 凌辱 困难 迫害 困苦为乐 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 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那我还记得今年的教会营里面呢 这一位讲员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们要接纳我们的不完美 神在我们身上的不完美呢 在我们的瑕疵当中 要彰显他的能力 有时候我发现 特别当我注意到人在服事的当中 我发现到 他也许有他自己的软弱 但是呢 当有神明明当中同在的当中 也就是神同在里面呢 发现呢 神使一切都美好了 保罗呢 他因为一根刺夹在他的身上 让他受到那个刺的苦 这一根刺的原文叫做 Skolops 意思就是呢 给受折磨者的生活带来 这一个挫折和麻烦的事情 那这一根刺也是常常魔鬼呢 喜欢攻击他的地方 使得保罗感到软弱和无助的 那种无力的继续下去 那么什么是我们的软弱而导致我们无力的得胜呢 这一些软弱就是我们生命中的某一些缺乏 可能是我们生命有的一些软弱如脾气暴躁啊 失去耐心啊 目光短浅啊 或者是缺乏安全感 缺乏口才 事情做得不够仔细 或者缺乏组织能力 缺乏一些带领的经验等等 都会呢 导致我们无力的去胜任某一个事物 某一些工作或者服事 有时候甚至呢 也搞砸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那这一些软弱呢 或者所谓的瑕疵呢 都会使得我们很沮丧的 或者很挫败感 使得我们呢 觉得我们没有能力 我们缺乏那个推动的能力 去胜任或者是得胜的 神对保罗说呢 我的恩典够你用 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中显得完全 这个恩典其实就是神的能力 那就是神对我们的恩待 给我们的爱 给我们足够的扶持和帮助 这一个能力是会大过我们的软弱 使我们能够得胜 有那个推动力的去胜任 去得胜的 有什么软弱 是我们常常觉得我们自己不够好 没有办法去胜任 没有办法去做 保罗说 我有什么时候软弱 什么时候我就刚强了 因为神的能力 他必定会超越我们所有的软弱的 使我们能够看见 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成就一切 我们可能觉得没有办法胜任的地方 这就是神 他的能力 大过我们的软弱了 依靠神的能力吧 愿神赐福大家 神赐福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